歡迎收看公仔書宇卡通片,我是封志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我們Happy Corner最近的影片越來越少人看 當然這一點大家都不會好好在意 因為本人都很清楚很多觀眾,只想看高大片和美帝 而本人都很明白,作為一個觀眾的時候的心態 就好像本人自己其實都會做一種行為 就是為了令創作者傾向出自己想看的題材 就只是支持自己有興趣的題材 其他全部不看 利用市場的壓力逼創作者就犯 所以既然大家真的這麼想看高大片 也都為了答謝大家的支持,本人這次就決定出高大片 記不驚喜?意不意外? 以下內容固自然是本人的主觀和偏見 雖然本人這樣講完,大家都是照舊以自己心中的答案作為標準來罵本人 不過大家罵得對,罵得好 因為真的是本人的錯 那就還請大家在留言區指證本人 謝謝 那我們事不宜遲立即開始今集的內容 雖然高大作品的本質是模型宣傳片 但畢竟都是以戰爭做題材 打仗有死傷就在所難免 所以今次本人就嚴選了 在本人心目中高達史上五大冷血情節 內容小不妙會有劇透,大家看不看下去就自己衡量 那我們立即去榜 第五位 大家以為跳血的主角很暴力 是大家忘記了V高達 第五位就是出自V高達的光劍殺人事件 這段出自V Gundam第49集的片段 可能大家在網上都見過 但大家可能只知道這女生死 但其實這集中 死的人已經去到全黨死星光級別 不愧是傅野 大家都見到 身為主角的胡索殺著V2 Gundam 單方面殘殺一班血肉之軀的女人 嘩 你真是高達主角 今時今日打女人已經不能出街 還要抓高達殺死女人 這些殘忍的行為都做得出 難怪某個國家都可以跟別人說 某個廣場外沒有死過人 這不是在你的嘴巴 不過大家可能會說 炸MX殺人這些東西 打GBO2關事每天都做 有多冷血 沒錯 所以其實這一幕主角 殺人如麻固自然冷血 但更冷血的 其實是對面的變態女人 是他支持那些女人去送死 嘩 女人真的很恐怖 第四位 第四位就要說鐵血的孤兒 那麼第四位死的人一定更慘 接著第四冷血情節的就是出自鐵血的孤兒第十六集的 血腥鎮壓工運 那就是說到某個殖民衛星裏面有一班工人想搞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遊行 就不知道怎樣找了一堆武裝回來搞遊行 根據歷史教訓 大家都知道和理非和勇武是不可能各有各做的 看到這裡大家都知道可以等下捉鬼 誰知道這班工人 竟然搶了力 繼續搞和理非遊行 嘩,真的很真實 這個時候公運領袖一定在這裡說 沒有啊,我們的武器真的不能用 我們的武器是拿來用的 不是會失民意的 誰知道這個時候浩國那邊居然玩自爆 找藉口開火還擊 為什麼大家經常覺得要做什麼都要找藉口才會做 那工人那邊看見具面不是說玩的 那當然是還手自保 誰知道這個時候領袖又說 說了會失民意的 你們被人利用了 還不快捉鬼? 然後浩國那邊就為了畫面好看 而放衣不讓傳媒拍到 再將示威者全黨殺青光 究竟他們是不是當傳媒弱智才會想起這樣的策略 不過怎樣也好,這一集雖然劇情有點瑕疵 但是無論死者的人數還是無辜程度 沒有人都認為當權者做的行為 有資格得到這個冷血情節榜的第四位 第三位 什麼?大家覺得前面屎太少人? 不夠冷血? 那第三位一定滿足到大家的要求 第三位要講的就是一連戰爭之中 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件 就是不裂瘋作戰 正式有講述這場作戰的 是出自Gundam The Origin第五集 這一集就是講述自護功國軍 在向地球聯邦宣戰後沒多久 為了快速打贏成場仗 就是策動了這場作戰 具體的作戰內容就是 不是 是看中了Side 2的八號殖民地 咩咩島 不說名字了 一會又罵本人說錯譯名 然後就首先向殖民地內部放毒氣 將裡面的人全黨殺青光 再將整個舊殖民地改裝 再將他乘過車到地球 目的就是想擊擊地球聯邦軍的總部賈布羅 這個譯名是根據HK.GUNDAM Info 最後造成地球數以十億計的人死亡 還對地球生態造成很多影響 所以單計死亡人數 第3 絕對是當之無愧 第二位 相信大家看到這裡 都已經對殺人死人麻木了 所以第二位就當然要留給一些比殺人更冷血的情節 那有什麼比一夜拿你命更冷血 就是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所以第二位一定要說到的就是 GUNDAM SEAT DESTITY的基拉 首先我們看看GUNDAM SEAT DESTITY第39集裡面 基拉的新機體突擊自由高達 第一次出場就開無雙 一個YAMILA 就擊中了全部敵機的頭部 是頭部啊 他這個不殺人的行為看起來好像很仁慈 事實上是很殘忍 事關你這樣做 即是要在機廠裡面的駕駛員在太空飄浮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如果本人是敵方駕駛員 真是寧願你一槍打死我 但受害者怎知道這麼少呢 這一套東西最大的受害者 其實是本應做主角的非鳥真 GUNDAM SEAT DESTITY 也沒有聲音搶過他主角的位置 他就無緣無故由主角變成反派小丑 這樣就真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還有什麼可以冷血過基拉搶主角的行為 第一位 那有什麼可以冷血過基拉搶主角的行為 那當然有 想拿到這個榜第一位 要冷血過基拉就基本 而拿到高達思想第一冷血情節的就是 就是賓高達 大家可能沒有聽過這套作品 但一定有聽過這套賓高達的主角 就是高達斌的了 什麼?我不是說高達 為什麼說高達斌不可以說高達 大家先聽完 因為本人可以幾肯定下以下情節對於香港人來說 一定是最冷血最無人性的 這件事就是 就是阻人上班了 事員高達斌在2014年旺角佔領區 用大聲鼓 向在場的人說過一句說話 就是 阻人搵食 最大惡極 阻人搵食 最大惡極 他這句說話 簡直就是講中了無數香港人的心聲 要知道對於香港人來說 不管是發生天災還是瘟疫 最大的訴求 永遠都是上班 就算過世大 都不能阻止香港人上班 如果真的有事可以阻止香港人上班 那這個一定是史上最冷血 最殘暴的情節 香港人 你們說是不是 是香港人上班 不過 真的以高達的例子來說都不是沒有的 就像以下這段出自高達UC第四集的情節 就完美演繹了阻人上班的人的下場 畢老快點死開 不要妨礙他 我要上班 把垃圾 今天不需要你出擊 休息一下 什麼 你經常阻止我上班 你知不可以搵食 幫他 過去做檢測 別動 你試試再動 我就用手上這支疫苗 幫你終身防疫 我再說一次 我的訴求就是上班 站在這邊 我現在老實跟你們說 遲下你們不打科興 你一輩子都不用再次上班 都要不讓我上班 你怎麼可以這麼冷血 我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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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上班 你養我 你有沒有想過我自己做得這麼辛苦 不要 為什麼上班 還怕被人炒頭 為什麼被人炒頭 還會沒有生活暴障 我不上班 哪有錢放給政治台 哪有錢移民 這個世界公平 你被人反抗 我不管 總之你妨礙我上班 就打你 正 很大顆花生 等我一會放信論壇 先看看 看到這裏 大家是不是都覺得差一點呢 沒錯 其實這個寶 還有一個比冷血更冷血的特別大獎 而這個大獎得住就是 不用看了 是你 是說螢幕前面的你 你們有沒有想過 最冷血的那個 就是吹菇印雪多達片的你們 是你們 夠不夠趕客 大家要來集製高達片 你中伏了 是為什麼不 大家看片當然開心 但有沒有想過這條高達片要怎麼做 所以本月這次就決定和大家攬炒 只做這條高達片出來和你們說 為什麼本月這麼久以至將來都不會再出高達片 本人本身準備了一份完整的稿 是為何不出高達片 但你們問心那句你們會不會看 是不會的 所以本人就決定整份稿不要 重新寫另一份稿 擺明攬炒你們進來 做一個實驗 看看這條片有多少人會看 而以下內容本人就會解釋 做一條高達片有多辛苦 以至於為什麼本人不想再出高達片 做高達片第一件事 定題目一齊重選 本人只想說要定一個題目已經要想很久 沒有靈感的時候 真的會想到想坎頭埋場 當然這個對於大家來說 都是關人鬼事四隻大字的 第二件事寫稿 不講太多 就是講要寫高達片要做的準備 最起碼要重新看過程度高達一次 而看的時候要時刻提醒自己 是為了寫稿而看 要記住重點位 要記住自己一邊看的時候突然想到的東西 寫的時候要繼續一邊寫一邊看 有時劇中沒有直接說的話 又要去找設定 再一邊看一邊寫 第三件事 找畫面和寫分鏡稿 一句都說了 都是看一看再看 瘋狂地重複看 連我爸爸都沒有看過這麼多次 寫分鏡的時候 還要逐句逐句地記住 要放哪一集第幾秒的畫面 還要未計有九成時間 會因為畫面的秒數長短 和錄音出來的秒數不格 而沒辦法直接用 蛤? 那...那即是怎樣? 重新砌過 傻仔 你不做大家哪有得看 好啦 最後剪接那些不是本人負責 就不講那麼多了 講了那麼久 本人想在這裡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整合本人為何不想出高達片的理由 理由有三點 就是太容易白做 揹路太大 和揹路太大了 做高達片 中版拳的機會是極高的 一中一版拳就等於白做 不講那麼複雜的事情 只要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老闆有一天問你 考問多幾天工 但出銷幾天糧的時候 你會怎樣回答? 不用跟本人說的 你自己心知就行了 或者是說不定 買了 第二點和第三點 都是揹路太大 對 大家看高達一次的時候 可能很過癮 看片十多分鐘都很過癮 但我們做片時 和一套作品 要看了一籌的 知道要花了多時間嗎 當一一樣喜歡的東西 需要重重復復這樣做的時候 做到最後都是為了有壓力 其實不只本人 做創作者的 很多都是做得很辛苦 大家有沒有關心過 其實本人都對這個決定感很可惜 因為其實接下來 都好像還有很多有趣的題目可以說 好像哈薩維一樣 好像都幾有趣 所以 雖然高達片很難再出下去 但是本人都不排除有機會 會因為特別的因素 又或者足夠的誘因 是令本人再出高達片 好啦 本人都承認做不到是因為自己肺 但是出不到片也不代表本人從此不再看高達 相反 本人都會繼續留意高達的新作 玩高達遊戲 亦都可以這樣說 為了令自己繼續喜歡高達 才不想取得那麼盡 那如果有觀眾 真的想聽高達的東西 那可以做什麼呢? 大家可以在直播或IG找我聊高達的東西都可以 本人都喜歡用這種有互動的方式和大家聊天 看 今集內容就差不多了 以上內容就是本人的主觀和偏見 大家的Dislike 會是本人繼續不出片的動力 謝謝大家支持 我們下次見 Bye 大家可能沒有聽過這套作品 但一定有聽過這套崩高達的主角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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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試探 我們看的話 你應該會不會太好了 不遵忍 如果你跑好